Layu 了世紀 天天都關心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薩拉聖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邪的阿拉伯緝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9點鐘方向的薩拉聖人 薩拉聖人的特色是他的視角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交易有5%的折扣在 薩拉聖人也是非常全面性的文明 槍奴、肉馬、劍勇都可以出 都是三攻三防,槍兵稍微入了一點 但他的駱駝是血量駱駝最多的文明 後期也可以給他配重 讓他的投石車 還有自己的巨型投石機的傷害更高一些 那薩拉聖人雖然是完全沒有經濟加持的文明 但他的生旅科技也是全滿的 所以算是一個非常全面性的文明 只是經濟差了一些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這裡蒙古人班迪選擇的文明 那蒙古人是打野非常快速的文明 不管是要吃野豬、鴕鳥、鹿 都是吃得很快 所以蒙古人前期很適合打棒棒開局 或者是打肉馬開局 雖然我是覺得肉馬是比較適合 棒棒開局現在的騷擾能力真的是 差強人意 那蒙古人他的弓兵路線 比較適合打馬弓路線 雖然他有強弩 但這個強弩通常是遇到對方是薄薄人的時候才會用到 那蒙古人的話馬弓部分還有縱裝馬弓也可以使用 那還是比較推薦使用他的寶兵蒙古突擊 後期呢可以轉這個草原騎兵還有大陸馬 都有這個血量加成 後期呢還有這個草原機 所以這個反應應該是怪怪的 可以讓這個工程器的移動速度增加 不管是要打奴、炮、頭車、重頭都是全滿的 工程全滿狀態非常可怕 雖然沒有火炮但是還有工程工程師 所以都更速度非常快速 好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蒙古的上方有黃金 下方有兩塊 那左邊一方有石頭 後方的話也有一塊 現在看起來石頭部分是比較好一點的 有一塊在後面 這邊的話要圍石的話也不是太大問題 這邊也可以稍微小圍一下 左側的位置就圍好了 這邊的位置的話黃金可能會外露 當然好如果這邊圍好的話 就可以先踩下面的附金 等這邊蓋齊一根城堡之後 再把石頭跟黃金給守住 右邊直接圍一手也不錯 如果要圍的話我個人認為 安迪這張圖已經算是天圖了 只是這個大金主金跟主石 會比較難守一點 當然趕快在後面挖石頭出來 應該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是覺得這張地圖偏天圖 好我們來看一下薩拉森 薩拉森這邊地圖看起來是石頭 欸石頭在外面 黃金在外面 哇這跟這個蒙古人相比喔 天狼之表 欸這個綿羊好像重新搶過來了 剛剛是不是被幹了 看到安迪了 開擠就來搞綿羊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點下封建時代 必沒有辦法馬上去點下自己的 沒有辦法馬上把這個野味吃完 雖然點下封建時代了 但是還在吃黏羊 好這邊再把對手的石頭趕跑 就這個兩隻臭米 去吃野味 好又拿了一隻過來 好安迪這邊應該是要打洛馬開局 軍已經好了 洛馬開 大聲這裡補下軍儀 19匹 王國這邊是打一個極限配置 好先到封建時代 槍兵漏馬一起按 是一個很好的 都兵習慣喔 千萬不要小看這個槍兵做到事情喔 在前期來說是相當好用的防守單位 然後這邊再次把 刺頭給趕跑 這邊一直用下方的 吃果子的村民 去反擊 直接把這個鹿給吃一吃 對蒙古人其實也沒有燒到太多的經濟騷擾 好這邊直接打圍一下 右邊直接圍石 左側的地方也圍好 哇這個圖真的是天圖 那薩拉聖人家裡的狀況就跟蒙古差太多了 上面這邊雖然可以圍石 但是圍的範圍密集會比蒙古還要大 下面這個地方也是 不管怎麼圍 他都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 才有可能圍好 好蒙古家裡已經圍著差不多 天圖開局的安迪 三隻肉馬 在裡面開始騷擾 這一波節奏帶得不錯 槍兵也來到點家 又戳了一下 戳掉了對方的肉馬 哇離死之前還又打了一下 讓這隻殘血肉馬收掉 喔殘血村民也拿下 安迪這一波開局被守殺 聰明差距被打了出來 但槍兵又來了 但塔塔這邊的控碼還是控的不錯 哇靠直接繞過去 這是什麼操作 哈哈 直接又溜了進去 他覺得自己的肉馬數量有夠多 我還是有優勢 趕快打一下 那現在可能要打起來就不太容易了 下面的動物已經被毒死 現在要出去是不可能的 那現在只能用肉馬 空在家裡才是主要的目的 OK 這邊繼續了 這裡要打了嗎 不太好吧 這應該是沒空好喔 好 薩拉森開始買賣了 薩拉森人的買賣流 支援非常快速 馬上點下城堡賽 16分鐘的時候點下 雖然沒有他們的馬雅那一場 點得更快 14分半就點下 那個真的是太扯了 蒙古這邊打的是一個正常肉馬開 但是經濟現在沒那麼好 這也是蒙古中後期經濟很差問題 蒙古這個文明 在城堡時代中期 是最容易被秒殺的文明 因為他後面的經濟資源 通常比對手還要爛 而且蒙古突擊 要到帝王時代成型才會比較強 城堡時代打駱駝 可能是對付馬國最好的辦法 但是打駱駝的話 薩拉森人又有血量上的優勢 所以蒙古人這邊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打個防守式開農 槍兵防守 然後整個蒙古突擊 擋住阻力會比較好 這邊對打駱駝的話 蒙古博士絕對沒有勝算 好 那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薩拉森人這邊先開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跟蹤技術也補下了 後面補了一個修道院 開始要轉生旅減生物 這樣也可以防止對方的草鷹騎兵 或者是對方的騎士駱駝 過來騷擾 好3TC馬上補下 然後打出最主流打法 3TC防守反擊 畢竟自己升時代有優勢 先開農的話通常不會太差 那安迪這邊的話如果時代路後上去 又要開農的話可能就會有點劣勢 但還是需要農 但可能還是要轉點馬弓之類的 先去騷擾一下 現在展出了雙射箭場 等一下來修道院 盡可能的還是要用自己的工兵 去打擊對手 這裡按了一些駱駝 購馬加上駱駝 直接敲死這些槍兵 殘血的單位拉回家 讓自己的生旅補血一下 盡可能的把生旅的價值 打好打滿 既可以防守又可以撿生物 還可以補血 跑生旅不出嗎 好 蒙古人這裡馬弓出門了 現在馬弓有二級射了 但是現在 他品種跟蹤技術都點了對不對 我剛剛想怎麼跑這麼快 他沒想到早早就投資這麼多的肉 在這個馬弓路線上 好 直接撞到TC 手存 稍微逼退對手 好 拉了一隻生旅過來招響 沒有機會招到 安迪反應速度還是蠻快的 好 家裡趕快 出兵擋一下 但是3TC 不斷兵喔 還是主軸 好 這裡生物也減一些 安迪這邊的馬弓 看來前期第一波沒有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遊戲時間來到了25分鐘 馬弓路線現在要承襲 用雙個射箭場來出馬弓 所以算是 不是那麼的快速的 但優點就是喔 可以省下一些木頭 先撒農田 盡可能的想辦法讓自己經濟變好 安迪這邊有點卡人口 人口卡到了 趕快補一些房子 好 殺生 卡到這邊也卡人口 這個是不約而同的卡房子 好 囉嗦上去 看一下這一波 馬弓採用高達的點掉 生女直接逼退對手 正面的位置 現在是由蒙古人拿下了控制權 中間這裡是 有視野的 都是蒙古 現在殺生沒有視野的主動權 所以我們這邊都是上帝視角 我們自己在玩的時候就會知道 這邊有沒有視野很重要 安迪現在這樣做的方法 就是避免對 對手溜過來 自己沒發現 我覺得這是做得很好的一個細節 這也是只有超高分段 才會看到的一個細節操作 好 這裡安迪直接用生女 遭翔駱駝 但是馬弓置滴 駝駝座位沒有遭翔到 哇 這個馬弓置滴 細節做得很棒 好 薩拉生人 這一波打的算是挺穩定的 臭名書開始領先 資源量也領先過去了1200資源 第四個城鎮中心也補下了 哇 這個補的時間非常之快 駱駝開始大量生產 可以看到這邊駱駝血量已經來到145滴血 城堡時代145滴血的騎兵單位有多少 大家想一下 我們按照暫停 一般騎士來說也只有120滴血 駱駝高達145 是真的過分了 薩拉生人擁有血量上的優勢關係 所以蒙古技出馬弓 可能也不太好 或者大量優勢了 至少來到30隻或40隻的馬弓以上 能一發一隻駱駝 才有可能去優換 在這個時間點要優換對手相當不容易 而且自己打的是一般的馬弓 也不是蒙古突擊 後方的奴炮也沒有辦法瞬間秒殺 所以現在問題回到了安迪身上 該怎麼去防守 但是現在正面的部分 幫駱駝 跟奴炮第一時間收掉了僧侶 後面這坨馬弓 家裡用駱駝可能擋不太住 僧侶要不要再安一些 還是不安呢 好 駱駝直接原地回家防守 安迪這邊盡肯的想要讓對方收村 想要讓對方收村 想要能殺村民是其次 重要的是要讓對方收村 今天一收村的話 這邊大量的村民 八隻左右就沒有慘了 這是很蠻關鍵的事情 好駱駝這邊去追 直接擊殺掉了兩隻馬弓 前面這邊蓋寶來看一下 弓炮這邊繼續輸出 但是馬弓打弓炮完全不痛 打不掉 駱駝往前直接收掉了赤猴 後方的僧侶 現在也沒有東西可以招降 這隻僧侶可能要拉到右邊這裡 好也防守一下 駱駝進來就招他 好 現在薩拉三人點下二級馬卡 但蒙古人這邊已經點下了 帝王時代 這個城堡很關鍵 直接控住了主要的黃金跟主要的石頭 好 奴炮直接串燒 串掉了大量馬弓 後面的駱駝 把馬弓打到殘血相當關鍵 OK 那這裡蒙古人要趕快把一根城堡給補起來 可以跑去補中間這個位置 因為要趕快升帝王時代出巨頭 拆到這根城堡 剛剛城堡只要有拆掉 那自己的黃金跟石頭就有機會拿的回來了 好 城堡趕快乾 現在帝王時代還有 現在帝王時代還有 1分半的時間 現在帝王時代還有 這盤木門 趕快敲 往前開始推進 後面的城堡中心開始亂射 上發馬弓要小心 OK 這裡有躲掉 還好3台奴炮 哇 這個奴炮 CP值好高 好 這裡趕快補下衝車 先拆除這附近的圍箭 待會也方便進攻進去 第2次代還有35秒左右的時間 蒙古要趕快先安謝蒙古出祭了嗎 但是黃金不太夠 黃金只剩下這一塊 這塊可以歪 另外附近也在野外 天圖開局的蒙古 現在黃金有點缺乏了 都遇到這種大量駱駝的情況 蒙古人最後還是要補一下自己的重裝長槍兵 只有蒙古圖即將馬功 要全部點完駱駝的正面 不太可能 這時候轉槍兵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現在轉槍兵的話又會耗費黃金 現在黃金又是很珍貴的事情 所以現在蒙古人到底安迪在想什麼 我也不清楚 如果是我的話 遇到這個大量駱駝 我會想要去按些槍兵出來 擋一下 不然就是轉強弩 轉強弩其實也是一個選項 所以沒有馬騎乘屬性的話 這些駱駝的優勢 其實就並不是那麼的大了 安迪這邊是補下三級色 化學現在還點不下去 黃金有點缺乏 還是木頭在賣一些呢 買了一些木頭 這裡確實要蓋木頭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真的太缺黃金了 缺到自己連槍兵的升級都不太捨得 好這邊就去進攻 下方攻城火力打得有點兇 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大家是人 這邊點下地龍時代 錯名數沒有領先對手 但是支援量已經領先了快到2000 左邊的巨型頭司機一直在進攻 這根城堡看來是要放棄 然後這根城堡一拿下 黃金就可以拿回來 拿回來的話 自己就有機會 再把這個黃金給蓄起來 好現在黃金直接被空 完全沒有人在開採 這裡很努力的補下 石牆 後面投石車 趕快砸 砸掉了衝車 這個城堡怎麼一直在打房子 對啊打一下投石車吧 好這裡石牆補得很好 哇安迪這一波 我覺得打得很好 好這個石牆一直圍 看起來圍得亂七八糟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讓對方入侵進來 是自己竟然很好的 結果 好 薩拉聖人這邊點下了三級馬卡 還有重裝駱駝 啟示思想 印刷技術 生女戰 直接開轉 後面的五台巨頭 要來瞬間拆除這些違建 化學要趕快補 後面才能轉出火炮 這是唯一可以打贏蒙古的優點 好 如果這根城堡掉的話 這些駱駝可能 不要再堅持打這個位置了 確實上面控對方的石頭跟主金可會更好 但是這裡有城堡 好待會要怎麼打呢 好大神這邊開始 補下了更多駱駝 駱駝數量已經來到了四十七隻了 一攻也趕快點下 好駱駝現在先來到一百七十滴血 有效是一百八十滴 只跟有效差十滴血量而已 好扯這個血量 反之單位的血量可以高達眾多 很不可思議 好現在化學也好了 火炮趕快按 但是有點卡人口 好一百八十滴人口卡住了 火炮暫時沒有辦法研發出來 後面又補了一個新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應該是放棄了 好這個東打出來 趕快再補一個十強 安迪現在在注意防守的部分 好補下來一攻 這裏轉一攻的近戰 難道是要轉肉馬嗎 但轉肉馬的話是完全毫無招架之力的 不如轉重裝長槍兵吧 重裝長槍兵數量一多 也是能扛住大量駱駝的喔 而且蒙古爾的步兵 也是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所以防護上來說 並不會遜色雨喔 這個槍兵的部分 但槍兵跟擊兵也只差五滴血 好這裏點下精銳蒙圖 蒙圖要慢慢成型了 大聲這一步的進攻 並沒有讓蒙古人產生到 經濟損失喔 只有這個經濟的 不是經濟損失喔 沒有讓他受到大量的聰明損失喔 經濟損失是有喔 聰明損失倒是沒有 好那現在46隻 駱駝在下方 上面還有6隻 駱駝數量要來到60隻了 蒙古圖記也準備慢慢成型 上面這一坨黃金也想要開採 然後殺生人這一坨駱駝 好大一坨阿 兩邊都存了非常大量的部隊 這一波又來了嗎 駱駝在下面想要攔截蒙古圖記回家的路線 但是駱駝這裡想要讀口 這裡一讀口就回不去 OK這裡跟我們的會議影片教學很像 教大家如何打馬弓 打騎士 就是把對方的部隊不回家 就可以直接上去 應該直接吃掉大量馬弓 安迪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打到 鳥殺的安迪 哇這一波打得漂亮阿 OK這個就是玩騎士 要注意一點 當你有足夠的騎士優勢的時候 當對方的馬弓 或是弓幣想要回家的時候 盡量讀口 哇 沒想到我們的會議影片的戰術 也在這個職業賽裡面 也出現了這一招 這招算是很實用的打法 當你有足夠多的騎士的時候 你要追逐的重點 就是要讀口 不讓對手回家 他說用到這一招直接秒殺了安迪 大量的馬弓瞬間被解滅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薩拉聖人 拿到資源上勝利 木頭稍微速了一點 但其他資源都是贏得相當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得到這個身分 頂一下 criminals 喜歡